不满iPhone16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这次的无线充电速度比上一代还慢 iPhone15的无线充电功率最高可以跑到15W 而16这一次就只有7.5W 为什么呢 根据9月1号实行的无线充电设备管理暂行规定 无线充电设备的工作频率被确定在了以下几个频段 而苹果MagSafe和72协议使用的360K赫兹 则被划分给了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 不能在国内销售使用 注意这页规定 9月1号之前你买回家的机器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9号开卖的iPhone16系列 就只能把无线充电频段回调到规定频段以内 也就是7.5W 当然过去支持15W无线充电 都是贝尔金这样苹果官方认证的无线充电器 动辄上千块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人用的也还都是7.5W的无线充 所以这个规定对iPhone用户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对手表的影响那可就太大了 Apple Watch Service 10这次升级了更大的充电功率 发布会上宣称可以30分钟充电到80% 但是这一次工作频段调整以后 它的充电速度还不如上一代的S9 苹果手表的续航本来就差 一天一充是少不了的 以前可以在洗澡的时候插上 洗完也就充个差不多了 但这下你可能要多洗一会了 需要注意的是 安卓厂商的无线快充 这次都不受影响 在前几年的无线充电大战里边 安卓厂商在速度这一块已经卷上天了 纷纷搞起了超高速私有协议 最高的甚至卷上了100W 而7.2这种内置磁铁影响充电速度的设计 自然就看不上了 昔然附带的360K克兹 MPP磁功率协议也被顺便一起放弃了 基本巧合之下 安卓厂商这一波操作 正好就避开了航空无线电导航频段 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满速使用 这波分析下来 咱们还是要多多指望有线充电 这次我也会买很多充电器来进行实测 到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个人觉得 从功能到颜值 到价格都比较推荐的型号 更重要的是 外版的机器据说是有45W有线充电 和20W无线充电的 甚至传闻 还有让国航机器实现无线快充的操操作 我过两天去香港买回来 给大家实测一下 好吧 好了 我是博然 点光是后没落 等我视频